2019年4月18日,一档节目的播出,直接将歌坛泰斗蒋大为拉下了神坛 在节目中,他痛批朱志文,农民就是农民,不配乘坐歌唱家 这样带有阶级歧视的言论,也来大众的强烈不满 网友们纷纷对其口诛笔伐,之后他更因国籍问题被众多网友诟病 甚至因为敲诈事件,一度晚节不保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就让老王带大家走进蒋大为显为人知的背后 蒋大为作为著名南高音歌唱家,在我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当年以大热片《红牡丹》主题曲《牡丹之歌》一曲成名 成了国内炙手可热的歌手 之后更是将感温录在何方唱遍了国内外 而后蒋大为又登上央视春晚 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再次惊艳全场 她的声音穿透力极强,很有雌性 加上深厚的情感与高超技巧 让蒋大为被誉为国侯 中国的帕瓦罗蒂 在乐坛的地位不容小事 而这辉煌的背后也有着很多争议 2000年,蒋大为决定居家迁往温哥华 此举让很多人都不解 想来她一个有着国务院津贴的国家一级演员 为什么却会移居国外呢? 按她的话来说,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读书环境 所以才居家搬往加拿大 真实原因是否真是如此,咱就不予置评了 移民之后的蒋大为由于没有固定工作 还要买房买车供女儿上学 辛苦半辈子的积蓄很快就挥霍一空 迫于无奈,夫妻俩决定分头行动 妻子留在温哥华照顾女儿 蒋大为则马不停蹄地回国赚钱 这才有了网上的争议 国内赚钱国外花 可回国之后的蒋大为并没有迎来鲜花和掌声 而是同行的嘲笑和排挤 他们甚至当着蒋大为的面条看 温哥华那么好 怎么回来跟我们这些人抢饭吃 是不是面包牛奶吃不惯 这让蒋大为无地自容 再加上娱乐市场更新换代速度太快 他的名气大不如前 几乎没有商演请他 心灰意冷之时 妻子安慰鼓励他 人不可能红一辈子 放平心态 靠演员赚钱养家 不丢人 妻子的话给了蒋大为重新出发的力量 他开始降低身段 取托关系 想办法争取商演的机会 更让弟弟蒋大意 作为自己的经纪人去找门路 反正只要有钱赚 不管什么商演都愿意见 虽然付出之路困难重重 可受此的骆驼比马大 蒋大为的收获也越来越多 就在蒋大为本以为可以翻身之时 一个差点让他晚节不保的丑闻 瞬间炸锅 一个叫做姚曼的女人自曝 我知蒋大为的经纪人和情人 借给他90万元 还打了欠条 后来他消失不见了 这个重磅炸弹 直接将蒋大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很快关于蒋大为晚节不保的报道 席卷而来 在这些质疑声中 很多歌迷开始倒壳相向 就连他的家人都打了电话询问 面对舆论的压力 妻子的质疑 蒋大为也做出了回应 声称自己和姚曼 是自一次酒会上认识的 对方称自己在北京有人脉 可以介绍资源给他 但要收取中介费 蒋大为深知这是行规 便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刚开始 姚曼确实介绍了不少资源 而蒋大为 也都把该给的中介费给了他 但有一天 姚曼突然带着两个拿着刀的男人 找上门来 威胁蒋大为 写下那张90万的欠条 但姜还是老子辣 蒋大为在写日期时留了一手 他在欠条上 写了2003年3月20日这天的日期 而这天他并不在国内 所以当姚曼拿着欠条找他要钱时 蒋大为根本不理会他 契机败怪的姚曼 这才将欠款仪式放在网上散布 还暗指蒋大为私生活混乱 而当事情被爆出时 蒋大为直接选择了报警 经过警察的调查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姚曼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被判入狱五年 蒋大为这才终于从泥潭中走出 虽然洗清了冤举 可他的名声却回不到之前 因为网友把蒋大为之前参加节目的访谈 拔了出来 蒋大为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扯下 一个德高望重的歌唱家 也为此被拉下了神坛 在这档节目中 蒋大为在评价草根歌手朱志文的时候 直言农民就是农民 谈不上什么农民歌唱家 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有一个他老自称是农民歌唱家 我说歌唱家是个职业 农民也是个职业 如果你是歌唱家 你就不当农民了 这是两回事 我说你应该叫农民歌手 对吧 你就是爱上歌的农民 你现在还在种地 如果你真是歌唱家 你就不种地了 你就跑那个台去了 所以不懂 在这段访谈中 蒋大为提到了不下七次农民 而这也意味着 在他心里 农民不能被称作歌唱家 你是农民 怎么可能和艺术沾边呢 这话一出 瞬间激起千层浪 农民二字显得特别眨眼 这种带着街机歧视的言论 引来吃瓜群众的强烈不满 再加上蒋大为之前 已经在媒体面前 公开认下朱志文为图 可如今却当众诋毁朱志文 并撇清和朱志文的关系 声称当时只是在配合媒体炒作而已 这样人前作秀捞金 事后撇清关系 还给他人一刀的行为 让吃瓜群众更加不齿 而另外一个当事人 大一哥也解释称 自己只是跟蒋大为 学习普通话和咬字发音 但只要教过自己的 都应该教老师 这种朴实无华 又心怀感恩的态度 让更多网友 斥责蒋大为的小人行径 纷纷对其口诛笔伐 为了能够平息网友们心中的怒气 蒋大为只能放下自己的高傲 在社交平台上发了 那些话不是我想说的 是节目组逼我的短视频 以此来向社会大众道歉 但网友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 你身为一个老艺术家 这种明显带有歧视的话 节目组让你说你就能说了 这种甩锅给节目组的行为 明显就是逃避责任的态度 只能引来更多人的不满 随着舆论的发酵 不少人又开始拿蒋大为的国籍说事 不是中国国籍 请不要评论中国人 这也使得蒋大为的国籍问题再引争议 为此他不得不再次澄清 声称只是将妻女送到加拿大生活 自己仍是中国国籍 可面对这个说法 很多网友都不买账 毕竟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更有网友暗讽他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在这之后 蒋大为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演出 留在温哥华 陪老婆孩子的时间多了起来 就在一切都回归平静时 女儿恋爱结婚 要购置新房 这让蒋大为不得不重逃就业 再次回国拼命接商演 每个月要跑六七场 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 他失声了 当时的蒋大为在石家庄演出 当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最高音部分时 突然嗓子嘶哑 回到北京 蒋大为高烧达39摄氏度 嗓子完全失声 医生给的结果是 患者因过度疲劳和病毒感染 引起喉部充血 声带严重受损 声带受损 这对于歌唱家来说 无疑是一份致命的打击 而这也意味着 蒋大为的艺术生涯终结了 女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自责又难过 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 到处托人寻医问药 最后还是通过一位中国同学 找到了一个老中医 用自己的五千元奖学金 给父亲拿了药 听闻此事的蒋大为既欣慰又感动 父子子孝 其乐融融的家庭环境 自然让他欣慰很多 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 蒋大为的嗓子 也逐渐恢复了声音 如今 蒋大为仍未退休 依旧还在唱歌 他的声音 依旧像以前一样 嘹亮雄混 走过多少人生路 家人一直是他坚实的后盾 而他为了女儿拼命赚钱 买房子的心意 也已达成 可以说这样一个老父亲 也是让人敬佩的 尽管他曾做过 或说过一些有争议的话 但毕竟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而作为一名歌手 蒋大为的能力是被认可的 他的确为歌坛创造过辉煌 留下了一手手 筷子人口的金曲 艺术家这个称号 蒋大为还是能担得起的 各位吃花大佬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蒋大为 背后显为人知的故事吗 评论区留言分享 关注老王带你看娱乐圈的人生百态